好 选举要到了 由选举似乎就有会选 那么为了训导反会选 平常一向给人严肃感觉的检察官 也顾不得形象了 高雄地检署 这位有美女检察官之称的蔡易如 扮起了非常女粉末登场 另外在士林地检署 还有很多检察官 展现了其他才艺 弹其他表演 此外呢 法务部 还找来这位武贡阿伯 叶富台现场跳舞 这场反会选行动 在今天热热闹闹登场 正式告别法袍穿上戏服粉末登场 来自高雄地检署的美女检察官 叶易如学起年轻人扮cosplay 这回演出非常女 和检察官同事在舞台上一搭一唱 让平常严肃办案的司法官 牺牲这么大 目的只有一个 反会最高队 全民都上会 为了反会选 法务部特别动员检察系统一起参与 像是关护所就请来便连老师 演出抓会选行动剧 以前显易懂的剧情 让民众了解会选的严重性 就连吴棍阿伯 叶富台也自编歌词相挺到底 让人惊讶 不过更令人好奇的是 检察官平常都在办案 为了这个活动 会不会增加工作负担 每天都花多少时间 大概一天一两个小时左右 跳舞跟办案哪个比较困难 对我来说办案比较困难 司法体系总动员先用柔性宣导 等到选前再变身成抓会超人 要让五都大选干干净净 云新闻临时红柯英卿台北采访报导